周美花博士作品展 三月份在文化局美术馆二楼展出 以材料与媒介一种技法多种语言 展现周美花教授艺术之路 带给花莲不一样的跨领域艺术 借此刺激在地艺文 开拓乡亲的艺文视野 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有几件作品只能以出图的方式进行展出 但依然可以看到周美花博士 浑厚的艺术能量 文化局美术馆二楼第一展览室 三月份是以材料与媒介一种技法多种语言 展现了花莲子弟周美花教授 他的艺术之路 带给花莲不一样的跨预艺术 也希望可以刺激在地的艺文 开拓乡亲的艺术视野 周老师他本身 他是做这个壁画的研究和创作的 大家也知道敦煌的壁画 尤其我后面这一幅 是他的早景 就是天花板 古人在天花板画得好像一个宝石一样 那老师呢 就是做这些壁画的这个凝膜 然后再创新的这个去创作 所以有非常非常淳朴的一个古味 在之外呢 还有一种回到过去的一种 一种科幻的感觉 那后面呢 有老师他回到返乡之后 最近返乡之后 在同门这个地方 针对他的故乡的一个 一个思念 一个回忆 然后创作的一些作品 就跟前面这种比较生硬 比较窒视 比较一个古朴的这个壁画 这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 所以就充分出 老师他是原住民的 这个内在有那种奔放的艺术创作的心灵 在这个又这个壁画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别具趣味 这个展览是中美花教授 在创作研究历程的系列作品 作品里头充斥着学术性研究创作 素雅内敛奇迹又奔放 民众在观想他的画作时就像是进入冥想世界 也欢迎大家来欣赏这位原住民女孩 她的惊奇艺术 介续会幻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